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自我救赎的故事 赖瑞是个有远大报复的人 无奈时运不济 人到中年还一事无成 他的妻子另寻行婚 弃他而去 因为没有稳定的收入 他失去了儿子的抚养权 但这一切都没有让赖瑞认清现实 放弃那些渴望不可及的梦想 直到他儿子对他说的一番话 这个倔强的汉子 正于考虑要接受现实 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了 于是他去博物馆 面试夜间警卫的工作 面试他的是一名头发花白的老警卫 名叫克希 同时他还见到了两个 老到走路都要一步三晃的同事 这家博物馆的安保平均年龄 可能在60左右了吧 克希对赖瑞很是满意 马上就录用了他 让他当晚就来上班 晚上克希将首夜用的手键筒 一钥匙交给了赖瑞 还给了他一份特别的指令手册 赖瑞正式开始他博物馆警卫的工作 夜里的博物馆空无一人 无聊的赖瑞只能拿起扬声器 自娱自乐 在自己激性的BBOX后 打算巡查一番时 却发现门口的恐龙化石 居然自己动了起来 这可把他吓坏了 联盟打电话给克希询问情况 克希让他按照指令手册上说的做 便挂掉了电话 于是雷瑞按照手册上说的 与霸王龙化石玩起了丢骨头的游戏 这哪是霸王龙啊 分明是霸王狗啊 这边霸王龙才被搞定 博物馆里的其他藏品又开始活动了 什么南征北战的士兵 古代匈奴人 图书馆瞬间乱成一团 赖瑞马上按照指令手册上的第二条 关好了非洲动物模型展区的门 防止狮子逃脱 我想却被僧帽猴偷去了钥匙 为了拿回钥匙 他不仅被僧帽猴咬了鼻子 还被他撒了一身的尿 随后他又遭到了小人部队的袭击 好在美国的第26任总统 罗斯福出面化解了争斗 他带着赖瑞来到了埃及法老关前告诉他 之所以晚上所有藏品都会复活 都是因为关中埃及第四任法老 阿拉卡曼留下的纯金刻鞋版 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影片中出现的一些人物 那名匈奴人首领便是古代欧亚大陆 匈人的皇帝阿拉提 他在位期间匈人帝国显赫一世 那名西部牛仔小人则是杰迪戴亚史密斯 他不仅是第一个从美国东部 进入加利福尼亚的美国人 还开启了从加州到华盛顿的海上航线 而同史密斯一样大小的罗马统帅则是 罗马帝国的开国君主盖乌斯误打维 玻璃柜中的女人则是萨卡加维亚 他曾帮助刘义斯与克拉克远征队 完成了到达太平洋彼岸的旅程 被誉为鸟般的妇人的传奇式女性 至于那个同仁 则是大名鼎鼎的航海家哥伦布 好了回到电影中 最终罗斯福帮助赖瑞收拾了烂摊子 劝说所有藏品归位 他告诉赖瑞 这是自己第一次帮他 也将是最后一次 他还送给了赖瑞一句话 这句话让赖瑞再度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 他决定去了解博物馆中藏品的身份背景 以便于自己去管理 借着学习的机会 他更是成功地约会了美女导览员贝加 晚上交班的时候 克西带着两个同事来辞行 原来克西三人已经到了退休的时候 他们走后 博物馆的藏品们再度复活了 赖瑞早有准备 成功应对了一些昨天发生过的事件 起初 事件如赖瑞所预想那般井然有序的发生 但僧帽侯再度偷走了赖瑞手中的钥匙 释放了非洲的动物 博物馆再度陷入了混乱中 为了拿回钥匙 赖瑞和僧帽侯开始互扇而光 好在罗斯福出手 他才拿回了钥匙 马上就要天亮了 所有藏品都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但一个尼安德特人却走出了博物馆 太阳升起 尼安德特人变成了灰烬 原来在太阳升起之前 所有藏品必须回到博物馆 否则将会化成灰烬 赖瑞无奈地回到了博物馆收拾烂摊子 但因为尼安德特人展区少了一个雕塑 而且帮助他们灭火时的泡沫 也没有及时的清理掉 赖瑞被总监炒了鱿鱼 这一幕正巧被带着朋友 来博物馆的儿子撞见了 在赖瑞的恳求下 总监决定给他一个机会 而为了让儿子开心 他决定带儿子去博物馆经历奇幻的夜晚 闭馆前 赖瑞见到贝加坐在萨卡加维亚的蜡巷前 原来贝加正在写 有关于萨卡加维亚的论文 已经写了四年了 但最近始终没有进展 所以他决定放弃 为了能让贝加坚持下去 赖瑞将每晚萨卡加维亚 都会复活的事情告诉了他 可贝加却觉得赖瑞是在嘲笑历史学者 父亲离开了 晚上到了藏品门复活的时间了 可博物馆中却没有半点动静 这让信誓旦旦承诺 让儿子看到奇幻场景的赖瑞很下不来台 他带着儿子去查看核心装置 阿拉卡曼科鞋版 果然阿拉卡曼科鞋版不见了 儿子以为父亲是在编谎话骗自己 生气的跑下楼去 却发现后门有人影闪动 父子俩来到后院的藏库中 在这里发现了科鞋版与许多贵重器皿 还遇到了退休了的克西三人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们策划好的 之前他们偷偷的配好博物馆的钥匙 只为今天来窃取文物 赖瑞的儿子转动了科鞋版 博物馆里的藏品再度复活 然而同样恢复精神的还有克西三人 三人因长期受到科鞋版影响 到了晚上也开启了变身模式 三个老人从走路都困难的状态 瞬间变成了一口气爬六楼都不喘的状态 他们成功抢走了科鞋版 并将赖瑞负责锁在了埃及长老的房间 无奈之下赖瑞不得不将被押住的埃及四代长老放了出来 但没有了科鞋版阿拉卡曼不能掌控博物馆的一切 赖瑞只能发动博物馆的藏品们一同对敌 一时间赖瑞仿佛成了统治这个特殊王国的将军 而有了统一的敌人 藏品们也空前的团结 很快他们便抓到了克西的两个同伴 但克西却乘坐一架特别的马车逃跑了 路上为了就一直暗恋的萨卡加维亚 罗斯福被马车碾成了两顿 但他却因获得福成功表白了萨卡加维亚 并赢得了美人心 而罗斯福的身体是蜡做的 萨卡加维亚用火成功将他重新揭好了身体 另一面 赖瑞则骑着罗斯福的马去追赶克西了 赖瑞让克西停下马车 而克西则肆无忌惮地说 这架马车只有听见口令才会停下来 早就做足功课的赖瑞轻松地说出了口令 马车瞬间停止 克西被甩飞了出去 赖瑞成功拿回了克鞋板 并将他交给了埃及长老阿拉卡曼 阿拉卡曼利用克鞋板的力量 将博物馆中的藏品们成功召回 而赖瑞通知了北加 让他成功与偶像萨卡加维亚见了面 此时天边已经威灵 没有时间让赖瑞去收拾一片狼藉的博物馆了 早上总监决定辞退赖瑞 但一出门 却见到往日门停冷落的博物馆中人头攒动 总监将钥匙与手电筒再度交还给了赖瑞 从此 博物馆每天晚上都会是舞会 就算曾经是敌对的势力 如今也能共舞一举了 而赖瑞演人成为了这个博物馆的主人 这部奇幻的喜剧电影 在让人捧腹的同时 又在不经意间给人传递出了很多正能量 如此时运不计的男主都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比他幸运多了的我们 又有什么理由 勃去努力呢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想看更多电影 记得订阅我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